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我是CK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16年级数学第一课整数的运算里面的混合运算 首先我们翻开第17面 来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呢这边上面就给了我们两个数字 这是3月份的产量和4月份的产量 然后呢题目要求我们的是我们要得到他们剩下多少的产量 就是他们剩下多少在他们的产库里面 然后呢首先我们需要先把3月份的产量加上4月份的产量 就得到了他总共产出了多少 然后再减去他总共销售掉的数值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1.75百万加1.362百万 减掉437万5千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百万单位换成数字 然后这里就是他换好了过后 那再拿去加减乘除全部加完出来 然后就可以了 好来看下一题第二题 在这个第二题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懂 就是我们的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先做乘和出 然后再到加和减 然后呢除非他有括号才会 那才是另外的 好 那我们看第二题的A 然后呢他们这边要计算 三条星减去长方星再乘女圆圈 这边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把对应的形状里面对应的号码填下去 那这里呢下面他就已经把它填好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老师刚才都说了先乘数后加减 所以后面这边有一个乘 我们需要先做这个1.800万乘以2 先给他做了出来 过后把这个百万变成数字 然后过后再拿来像减 好来这边老师就把它变成了数字 然后减的出来过后将会得到是1525,000 好来我们再看笔 笔也是把对应的形状里面对应的套码 给写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边就得到1.800万 然后除以2加1 又八分之五百万 然后过后答案这里老师也是做了 老师的做法就是先把它们全部变成 百万单位给取除掉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前面的百万单位 和后面的百万单位给变了过后 然后过后再来开始做里面的整个的算式 然后呢我们就这边180万 然后除以2就变成了90万 然后再过后再加上后面的512万5千 然后得到的答案将会是602万5千 好来我们看下一面 这里下一面呢第三题呢 它是写大黄塑料加工厂每一个星期处理了110万9500公斤的飞气塑料 然后呢4月份的时候他们工厂处理了多少公斤的塑料 然后他要我们把答案解成百万单位 然后呢一个星期代表7天对吗 4月有多少天30天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先把他的一个星期把它变成一天 那所以就是先把这个110万9500除以7 然后就得到一天的答案 然后得到了过后再拿去乘以30天 因为他们4月只有30天 那这里呢这就是他的横式 然后这里就算了出来给你答案等于多少 然后过后呢 答案等于475万5千 然后过后呢我们要把它变成百万公斤 然后呢我们就要除以100万 然后过后我们知道答案应该是4.75500万公斤 好来我们再看下面的题目 好来看老师已经把那些答案给按出来了 然后呢这里是关于他答案有不明白的同学可以接下去听 如果明白了你们也可以听一下来确保你们的思路到底是正确与否 好来我们看第一题 他们就只是普通的加点法 那我们就是要的就是把它的百万单位给去除掉 变成了一个整数 然后再拿去加和减 然后过后我们得到最终的答案将会是 68万5千 好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这里呢有一个乘 所以我们需要先做后面的那个乘 但是呢这边有两种做法 老师做的是这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先把那个3 乘进那个1.25百万里面 然后过后呢如果我们是先乘进去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的就是3.75百万 然后过后就把它变成 把那个百万单位给去除 然后你们之后就会直接得到老师下面这个 好因为老师和你们不同 老师是把上面这个 可以变1.25 变成百万过后 然后再乘以3 然后最后得加 相加得出来的答案 然后会是406万300 好来我们看第三题 第三题呢这里也是有一个加 有一个出法在这里 你们呢也是可以先把这个出给出了过后 再拿来 再把它换的百万单位给去除掉 换成成数也行 那就看个人老师的话习惯先把百万给去除掉 然后变成了一个整数 然后再拿去除5 除了5过后呢我们将会得到115万 然后过后呢我们再减去后面的25万 然后大家会是得到92万 好来最后一题这里呢有一个分数 我们呢可以有两种做法 老师这种呢就是比就很像老师刚才所说的 我们先把这个百万给搬出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整数 然后再拿去乘合出 另外一种做法呢 就会相对来说可能对卖说可能是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这里老师可以先和你们讲一讲 好来我们这里呢拿这个5分之3 我们把我们当初这个百万 我们暂时先把它好像看不见这样 那就拿3分之5乘10 然后将会值得到5分之3是对卖 然后再除以8 然后除以8呢因为除8 我们在分数里面没除8吧对吗 那我们下面放一个1 然后翻转了过后呢 将会得到1分之1 然后就等于50 53 5又3 50分之53 乘以8分之1 然后过后我们半合5乘 然后就半合40 然后过后再拿去变成百万就可以了 好老师今天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3 d4 1 5 15 15